今天我們就要來看的就是我們微積分的課本 這一本是我們的電子書 基本上它不只是微積分的範圍 它還包含了工程數學的範圍 我們會講的主題大概有微分、積分、函數逼近、 胎樂展開式、複裂轉換和拉普拉斯轉換 那這個後面的兩個主題 複裂轉換跟拉普拉斯轉換是工程數學的範圍 所以各位不要掉以輕心 覺得我有學過那恐怕沒有那麼容易 那這一本書呢 基本上我們是採用創作共用的姓名標示和相同方式分享的授權 那各位可能不太了解這是什麼意思 那我的書幾乎都會用這種授權來授權 那我這本書其實有一些資料來源是在這一本 SIMMARK的電子書 所擷取的一些內容和圖片來的 那這裡 OK 我們先看一下這本原本的電子書 那這本電子書呢 我參考了他很多東西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也可以把它做下來看 那PDF的版本大概是比較容易看的 你可以按右鍵另存新檔 只是檔案有點大 所以你可能要下載一陣子 不過我們的還蠻快的 所以應該很快就好 那這本書很大 內容很多 它不是只是微積分的書 你看它的標題 這個標題 它的標題其實很長喔 這裡沒有寫出它的標題 那它裡面還有用Mathematica 去做一些程式出來 那這裡它包含了代數、微分 然後複變函數、長為分方程、偏為分方程 和一些其他的非線性的內容 那這是這本書的內容 我們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這一本看起來不怎麼樣 但是事實上很大的書 你看這邊的頁嘛 2321頁 當然我們不會把這本講完 如果把這本講完的話 各位大概就可以直接從數學系畢業了 所以我們不會這樣做 但是它很值得參考是 第一個 它一開始就告訴你 你可以隨便用 我放棄這本書的版權 OK 所以它很好用 好 那 第二個是 它 它基本上是一個 博士生寫的 所以 它 你可以看到 數學系的博士生寫的 所以它其實 我覺得是蠻有趣的 而且它寫的文筆是蠻好的 那它從一開始的代數開始 從代數開始 然後呢 集合論 像量 再來呢 才是微積分 然後就有 微分 微分 積分 還有 像量為積分 再來呢 是 複數 複變函數 複數 複數 複函數 然後呢 函數解析 然後 函數的連續筒 然後 康兔爾積分 和 柯西哥賽德定理 那你可以看到 這些 其實已經超越微積分的範圍了 那 已經到了 複變函數的範圍 那 但是這些其實都是 關聯在一起的 所以他這本書其實寫的其實是很有系統 他把很多 數學裡面連續的東西 通通都 都放進來 所以你 各位 二年級應該有一門課叫離散數學 其實我們 微積分 是連續數學的一門入門課 那 跟離散數學剛好是相反 那離散是研究01234這種東西 那 微積分呢 是研究 時數 也就是 0.0001這種東西 那是完全 不同的數學走法 那因為休息時間我們就先休息 那 待會上課我們再來繼續 先休息一下